欢迎收看今晚的华视夜间新闻 我是张慧琪 首先我们要带您来关心夜间最新的社会焦点 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到 新北市卢州今天晚间传出枪响 一名汽车驾驶被警方盘查却不停车 警方立刻通报拦截围捕 而过程当中远警开了三枪 叫车去擦撞旁边的机车 之后加速往领口方向逃逸 目前警方还在全力围捕当中 你好我是宋燕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